好 再来看到海巡署前第六岸巡队无姓女下士 涉嫌以手机来翻拍演练计划等机密文件 用LINE的方式传送给王姓中国大陆的人士 来赚取7.3万元之后 舞女还想要大赚50万元的介绍费 向业姓同僚刺探了国防机密 但是遭到了拒绝 高雄桥头地方法院审理之后 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 25号重判了舞女6年两个月徒刑 此夺公权三年 但是法界认为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 无姓女下士触犯的是 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刑 即使坦诚犯刑而获得了减刑 仍有量刑过轻的情形 支持检方上诉高雄高分院